超級颱風雷伊重集菲律賓後 週六12月18日下午2時左右 被觀察到在南海南沙群島的一部分 永暑朝東北方向約270公里處 中國多個省份對這個颱風已經處於警惕狀態 預計未來幾天將被中國南部帶來強風雨天氣 颱風雷伊近日被菲律賓帶來災難性重創 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務管理局 皮加薩說雖然颱風雷伊現在已經從該島國西部經過 但是它正在再次增強 皮加薩表示目前的預測表明 它將向越南進發 然後再向北轉向中國方向前進 18日下午第22號颱風雷伊加強為超級颱風級 中國氣象局18號啟動重大氣象災難颱風4級應急響應 星期日至星期一 海南、廣東、福建部分地區將受颱風影響出現大雨 海南和廣西藏族自治區地方防信礦罕指揮部已發布颱風預警 預計18日14時至19日14時 海南島東部和南部沿海、廣東中東部沿海、福建沿海 將有7至9級大風 其中南海南部、南沙群島將有10至12級大風 雷伊中心經過的附近海面或島嶼的風力將有13至16級 震風17級以上 菲律賓官員星期六18號證實 襲擊飛國超級颱風雷伊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恐怕升至31人 幾乎是前一天死亡人數的3倍 雷伊自從星期四16號登陸布律賓後 已導致諸多航班取消多個港口的運作停止 當局還暫停了多數地區的大規模疫苗接種活動